我让我们再看底下 叫DevTools DevTools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现在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我在这有一个那什么 我现在要搞点事情 搞点事情怎么搞呢 在这 我呀 搞这么一个东西 好 大家看完以后 校长你疯了吧 你写这么一行代码是啥意思 好 我来告诉你啊 这是一行一定会出错的代码 对吧 这是一定是一行一定会出错的代码 这行代码出以后就是 我们经常看一个什么property ABC of undefined 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 对 那我现在就搞一个这行 我故意让他出这错 好 我故意让他出这错以后呢 那么底下呢 我们去编译一下 你说我可见鬼了 这 为什么编译不给八糟 好 undefined ABC无法访问 这是一个运行式错误 你就算在C++里边 你搞了一个野指针 然后往野指针里写东西 什么叫野指针 你就直接 就是搞一个星P 比如说印的星P 然后那个P不负任何值 然后 然后直接或者随机写一个数 然后就开始星号P 就开始往里复值 那个时候 他编译的时候 也不会给你报错 那只有运行的时候 砰 然后非法操作 那个东西就出来了 因为你在试图访问一个 页表里不存在的区域 那就给你非法操作 就非法操作给你看吧 OK 那么他在这的时候 这个相当于编译的过程 就是 所以这个运行式错误 是出不来的 好 然后我们现在来刷一下 果不其然 按照我们的要求出错 好 出错了 你看啊 Super is not a function as in new ABC as Bob occurred 这是 他怎么爆出Super is not a function 看一下 我难道改出什么鬼东西来了吗 啊 没打分号 所以他把底下给连起了 OK 我们再来一遍 好 我们来刷一下 我们来刷这个错误 现在这个错误说 就是type error cannot set property abc of undefined 我们经常看见这错误吧 今天我们是故意 把这错误挑出来 然后我们点一下 appjs 我们发现 他这个错误 出现在第十行 没错吧 好 然后我们回来来看代码 你发现代码在第七行 你发现了吗 哎 这好像没按剧本哑 为什么呀 我在这儿 我debug了他 第十行 那为什么这是第七行呢 所有的这个 如果你是不是看直播的同学 在这个地方 你停下一分钟 你让自己想一下 为什么是第七行 好 现在来告诉你 还是我说的三个空间的问题 你所有的困惑都来自于你没有深刻的理解三个空间的问题 好 我还问你这个问题 这个东西是哪个空间的 web pipe空间的 明皇皇写个impal的 对吧 这行给谁看呢 这行给nosejs看的 这行不是给浏览器看的 明白吗 所以这是第三空间 所以你当你换成浏览器里面的时候 你明白浏览器里面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app.js是其实是谁弄出来的 是bonder.js弄出来的 因为你其实你看哈 我在这抓的时候 只有一个bonder.js 他并没有引app.js 那好了那有些人会问 我在这为什么会看见一个这个东西呢 是bonder.js虚出来的 他虚到web pack底下 在这 然后你看这些有src 这个熟悉的文件结构就出来了 看见了吧 这个结构我们不具体讲 你会看到index.js和app.js都出来 但事实上他不是network 他其实是在js里面虚拟出来的一个东西 以使得你能够看到这些 至少看着这些文件的踪影 否则的话 这个报错的地方应该是bonder.js 应该压根跟app 因为app.js已经被拿掉了 好吧 那么在这的时候 他生成了一个app 这个app.js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里面都有啥 你可以看一下这里边 相应的input的 烂七八糟的那些东西 都已经不见了吧 所以也就是说input的 像这种烂七八糟这些东西 全都是在web pack空间的 也就是在第三空间 在第三空间里面 他们用于很好的去组织代码 然后当他被编译完了以后 他会进入第一空间 在第一空间里面 就是最干净的html加 css加javascript 好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第三空间的代码有错 那么他会带进第一空间 那报错的位置 必须是第一空间的位置吧 浏览器是没有算命的能力的 他不知道你后面有一个web pack 不知道你干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那些事情干完了以后 对他来讲完全是透明的 他不知道有这么个鬼东西 好 那么在这做完了以后 也就是说他现在在这产生了一个错误 在这个错误产生了以后 他就在这报错 你说啊 这不挺明晃晃的吗 这是一个underdefine.abc等于5 好 你代码 我代码写的简单 你这代码通共就这么点 你背都背的下来了 你代码如果真的有个几千行 那么这个时候他的代码结构会非常复杂 这个时候一个地方的报错 可能差个几百行出去 你压根不知道哪行错了 你就对着这么一行 你怎么找到原代码对呢 你告诉我 折子了吧 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这所遇到的所有的问题 都是因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第三空间出来 我们通过第三空间编译产生第一空间的代码 原来你自己写的时候没这事 我们原来自己学HTML加CSS加Java Thread的时候 没这个事情 没这个段子 到今天的时候 到这的时候 这个段子蹦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你编译了一把 你编译完了以后 浏览器凭什么 因为Debugger它不是在你现在编译的 那个什么上 我们正常在C++的编译器上 或者Java的编译器 你在哪编译 在哪运行 对吗 编译器和 不能说编译器和JYM是一个东西 那是两个东西 但是它是一家出的 它就在一起 Simbos Lanke巴克 所有这些东西都有 但是你现在不是 你编译的过程是WivePack 然后启动的时候 你在浏览器里面 浏览器凭什么要知道 后面WivePack干了这么一件事情 它怎么知道 所以它知道不了 它知道不了的情况下 这个地方就对应不起来 那好 我们就想知道怎么办 好 解决办法 首先 我们其实这个不是打开 这个地方我住一下 这个其实是在 webpack .config .js中 打开 它后面这是个开关 那打开这个开关 这开关的写法就是这个 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来 看一下怎么打开这个 在这 在这加一个豆豪吧 加上来中文的豆豪 然后这有一个dev 2 然后后面是 Southman 看看拼错没有 对 没问题 加完这个东西以后 你事实上 你在编译的时候 会多产生一个东西 我们来先编一下 编完了以后 来给大家看 好 这个东西出来以后 我们在build的这个地方 多了一个东西 看见了吗 刚才这只有一个bondos.js 现在多了一个bondos.js.map map文件不用打开 打开你也看不懂 好吧 但我告诉你 这个文件是干嘛的 其实在Java的文件里边 以及在C++文件里边 都有类似的东西 在C++里边叫做Symbols 就是符号 在其他的地方里边 就是反正 而且在Linux上编代码 和Windows上编代码 还不太一样 它就干一件事情 其实来讲 原生的代码 也存在这个问题 C++也好 Java也好 它也存在这个问题 就是当它运行的时候 它在底下 甭管是二进制的文件 还是JVM上跑的那些东西 事实上来讲 它都是一个二进制的东西 但如果那个地方出错了 它怎么跳回来 告诉你哪行代码错了 想过这个问题吗 这东西不是天然就有的 不是像上帝说 我要Symbols 然后Symbols就有了 上帝觉得Symbols好的 然后就把它保留下来 没那回事 这都是程序员 在底下星星库 苦哈哈一行一行代码 垒出来的 垒完了以后 才有这功能的 这个功能就叫MIPPING 这个功能 其实就是把一个编译完的东西 和一个没编译的东西 让它行时间对应起来 我对应起来以后 你出错的时候 我才能告诉你 你错在哪行了 就是在原代码 你能在原代码上改 理解吗 好 那么你加完这个东西以后 那么浏览器就能吃这个东西下去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 好 你现在刷新 你发现 这地方就更不对了 它给到是 bundle.js7404 有些同学说 你这个好像更不对了 你刚才说好 那个app.js 别着急 然后在这个地方 首先我们在这点一个 点这三个点 这有一个settings 点完这个settings以后 在这儿 我们要确认 enableJavaScriptSourceMaps 这项是打开的 你看它缺成页是打开的 我们来试一下 它打开 OK 那你说打开这 还有一个什么呢 我告诉你 要问题出在哪 把它关掉 在这里边 你要想把它引出来 你就不能 刚才我们用的是哪个 是右键 viewinbrowser 对吧 这个不行 viewinbrowser 打开的是什么东西 我给你看一下 它是按文件方式打开 看见吗 它其实是C盘冒号 这是一个文件方式 这样不成的 我们按什么方式打开 open with live server open with live server 还记得我们什么时候 在试过这个东西吗 我们在试flash的时候 好吧 在这打开 记得一定按这个方式打开 打开以后 然后这是更多工具 开完整选项 然后我们再看 第几行 这是第七行吧 这行代码看着很眼熟吧 我们再来看一下 没记住的话 看一下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吧 第七行吧 也就是说 打开这个 div2的这个sauce map以后 它会给你产生很多 很多不一样的可能 那么你能看到原先的代码 但是来讲 你要记得 等真正这个上线的时候 要把这个东西关掉 原因就不容我说了吧 就是很多很多人 这上线的时候 所有那些开关 debug的开关 全都开着 生怕人不知道 你代码怎么写的 是吧 你这个 你给暴露东西越多 你未来出问题的 可能就越大 你解我意思吧 然后刚才说的这个 那么这有一个错误 好 我们把这删掉 算了别删了 这个我就加一行注释就完了 你就知道在哪 好 当然来讲 平常的时候 如果你不需要 debug的情况下 把这个东西关掉 因为开着这个东西的话 会产生一些安全的隐患 就是所有的东西 你只要开着 它就 就是这种开发中间的细节 最好不要过多的暴露给外部 就是你不用的情况下 这个东西就把它拿掉 扫着羊 我把它 这个 我们知道 然后重新编一下 看看能过 你现在刷 helloware能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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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